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Drupal网站里头 在文字编辑的时候都是使用Drupal内建的编辑器 Drupal内建的编辑器并不是一个所见即所得的编辑器 而我们也知道在网路上有很多所见即所得的编辑器 可以把它使用在网站里头 在这一节的课程中,我们就准备来介绍 如何将网路上的一些常用的所见即所得编辑器 也就是WizWig Editor,把它们应用在我们的Drupal网站里头来 首先这些WizWig Editor,也就是所见即所得的编辑器 Drupal本身并不认识它们,因此我们要先安装一个模组 这个模组属于一种介面模组 它负责在Drupal系统以及所见即所得的编辑器之间 作为一个沟通的桥梁 这样子的话,我们在Drupal网站里头 就可以使用所见即所得的编辑器 首先我们先来到Drupal.org,也就是Drupal的大本营 然后我们寻找WizWig 这是一个模组,这个模组是属于一种介面型模组 它其实做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沟通 它跟谁沟通呢? 它就站在Drupal系统跟所见即所得的编辑器之间 然后负责两边的沟通 让所见即所得的编辑器在Drupal系统里头使用的时候 然后能够无缝的结合 好,我们往下拉 来到下面以后,请你安装Drupal 7至少2.0版以上的WizWig模组 关于安装的过程,我们在课程中已经介绍很多次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不再做介绍 现在我已经先把它安装到我的猪婆熊站里头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到模组 然后拉到最下面来 这里有一个WizWig 请你把它启动起来,然后按储存 接下来再拉到模组关于界面清单的最下面 在它旁边有一个设置的按钮 我们来进行一些基本的设置 进来了以后 现在我们在WizWig Profiles这一个管理界面 WizWig这一个界面模组它很特别 它可以跟一些网路上常用的所见即所的编辑器做沟通 因此在下面这里有一个安装的指示 你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在网路上常见的所见即所的编辑器 都列在这个地方 例如最常见到的有ckeditor 然后再来有fckeditor fckeditor是ckeditor的前身 这一个算是open source的一个常见的编辑器 再往下的话还有j.wizwig 往下还有marketup 然后nickeditor 再来是open.wizwig tinymce 接下来是 这个我也不会念 再来是windeditor 再来是yahoo的ueeditor 就在我们录制课程的这个时候 刚好ckeditor出了新版 而现在wizwig 刚好目前抓不到这一个新版的编辑器 因此呢 如果你安装ckeditor在wizwig里头的话呢 可能无法运作 因此在这一节课程中 我们先以fckeditor来做示范 事实上这些editor 安装进来以后 可能你要做一下测试 来检视哪一个编辑器呢 比较适合你来使用 好来到fckeditor旁边呢 我们直接点按它旁边的download下载 利用滑鼠右键我们开启一个新分页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ckeditor的网站 ckeditor这个网站里头有ckeditor跟fckeditor 所以我们把它往下拉 目前这一个最新的ckeditor 它是306版 在开发这个课程的期间呢 刚好wizwig这个模组 无法辨识306版 因此呢我们现在暂时无法安装 我们往下拉 来到下面这里有一个fckeditor 虽然说它是写一个retired的 退休了 可是基本上这个fckeditor 还蛮好用的 在课程令其中我们以它来做示范 我们先下载它的zip档案 下载完成以后 再回到 我们wizwig这个管理界面这边来 它这里有提到 请你把压缩档解开 而且把它放到这个路径底下 路径呢是在你网站底下的sites or libraries fckeditor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已经有把它下载下来 同时呢也放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在 myduble7我们的网站下面的sites or 再来呢 应该是要有一个libraries 好我们再把libraries这个字把它拷贝起来 然后来到这边建立一个新目录 这个目录名称呢 我不喜欢打字 因为打字有时候会打错字 我们直接用拷贝的方式把它拷贝进来 再来我们把fckeditor 把它贴到这边来 然后把它解压缩到这个地方 解压缩完成后这个压缩档我们就不需要了 可以把它删除掉 再回到网站里头来 然后呢针对这个管理界面呢我们重新整理一次 现在管理界面有一点不太一样 首先这里有各种的输入格式 然后呢提供给你选择要使用哪一种编辑器 我们再往下看 回到我们刚刚的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也就是安装指南 你可以看到fckeditor呢 目前它没有安装指示了 因为呢它已经抓到了 所以至少目前我们已经有一个所见即所得的编辑器可以使用 回到上面来 这一节的课程示范呢 我们先把它设定在 如果使用foolhtml这个输入格式的话呢 那么就可以使用所见即所得的编辑器 这个设定好以后按储存 好现在wizwig这个模组 已经把它跟我们Juple系统连接起来了 如果我们是使用foolhtml这样子的输入格式的话呢 那么就会使用fckeditor2.6.6这个版本的所见即所得编辑器 再来我们针对fckeditor这个编辑器做一下设定 首先是基本的设定 基本设定来讲 我们可以把界面语言切换到你所需要的语言 再往下 所见即所得的编辑器上面通常会有很多按钮 接下来我们把按钮设定起来 我们目前需要的按钮呢 我们把出体、写体、放置连结跟放置图片 这四个按钮先勾起来做一下测试 再来是它的长相 我想编辑器长相我们就先不要动它 接下来是一些关于输出的部分 这个我们也先不要动它 再来是编辑器本身的css安排 这个我想也先不要动它 我们刚刚已经开启了四颗按钮 放在所见即所得的编辑器上面 接下来我们按储存 现在WizWig呢 针对FullHTML这边呢 已经把它的设定储存起来了 OK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使用这一个所见即所得的编辑器 我们来到工具列上面的内容 再来往下 我们来选择你喜欢哪一种智慧型手机 这个投票的内容 然后来到编辑 现在内容呢看起来没有所见即所得的编辑器 这是因为呢 目前我们的输入格式呢 是采用过滤式的HTML 我们把它切换到FullHTML这边看看 看一下有什么改变 现在这里有四颗按钮 是刚刚我们在FCKeditor中的设定 把它启动起来的按钮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这边呢我准备放入一个连结 这个连结呢就连结到通通学的网站 我先把字打好 然后呢 把这几个字刮起来 然后点按连结这颗按钮 接下来输入通通学的网址 按确定 再来把这篇档案储存起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 OK现在内容已经改变了 我们刚刚已经放置了一个连结 利用滑鼠右键 我们开个新分页来观看一下 OK开启成功 关于所见及所得编辑器的做法 跟Drupal内建的编辑器功能是不太一样的 因此呢在你安装完所见及所得的编辑器之后 请你注意到一点 有一些你的内容整个会挤在一起 这是因为Drupal内建的编辑器呢 会帮你做分行分段的处理 而所见及所得编辑器呢 他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预设的处理 你必须针对你自己的文章 利用所见及所得的编辑器呢 可能要重新再重整一下 安排一下 这一点是你要注意的事项 最后你可以设定一个新的输入格式 而且这个输入格式呢 可以使用所见及所得的编辑器 这样子的话 让你的使用者在你的网站上 进行发言或发布内容的时候呢 会觉得比较方便